用功最要是做官 做官即是改变想法看法 凡夫见死皆不理职者即是错误 这一部经讲了这么多天 诸位同修若是没有缺席的话 大概这个意思都能够体会到 知道妄想执着之严重 我们不仅是现前受到伤害 无量借来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最严重的不过于此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明白了这个道理 如果说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要想真有一个成就 成就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 就以最现实的话来说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会得到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么就要把世尊的教会认真地去思维 认真地去想一想想通了 当然我们就会很认真地去奉行去照做 有没有 事法 出事法 这些名相都是假名 有没有这些事实呢 事实有的 怎么有的呢 都在观念上 一个错误的观念 你就制造六道轮回 永远不能摆脱六道轮回 这叫世界 世界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看破了 放下了 你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那就叫做出世间 在和我们一念之间 因此修行用功 最要紧的就是做观 前面讲的观照 照住 照见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本 大小成佛法 过宗过拍 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什么叫做做观 这是佛学的一个名词 故人有种种解释 故人有种种解释 但是我们越看越迷惑 所以这个名词的说 正确的解释 对我们初学人来说 似乎相当困难 这个地方解释的简单 也容易明了 就是改变想法 改变看法 灌实在就是观念 观念两个字 分开来讲 观是看法 我们对人 对四 对无 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念是想法 念是想法 你怎么个看法 怎么个想法 反复 见思 见是见解 就是看法 思就是想法 解不离之主 那个病呢 就在此地 总离不开 分别之主 那么佛在这一部经 为我们指示出来 这是错误 严重的错误 世尊当年在世 说法 四十九年 一切法 所说的 都不外是 这个四十真相 叫我们心 叫我们心要认识清楚 妄想执着是错 尚在讲 尚在讲 见思烦恼 之所有啊 它的根源呢 就是 从这个地方 生出来的 这个是不可以 不知道的 知道之后 要认真 要认真 去把它 转移 也就是说 把它断除 断除啊 不如是转移 来的切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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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